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9月23日 这一期热点深度 关注美国对中国电动车的最新动作 以及这一系列措施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美国政府计划禁止中国和俄罗斯的技术 应用于自动驾驶和车辆通信系统 这不仅仅是针对汽车产业的限制 还可能引发对美国在华企业的报复行动 随着美国加大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至102.5% 专家们普遍担心 中国车企可能会选择在墨西哥设厂已绕过这些限制 此举不仅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安 更是为了确保美国汽车产业的竞争力 商务部的最新提案预计在几个月内正式出台 这意味着中国制造的车辆和其内部组件将面临严格的限制 此外,随着中国电动车在全球市场的崛起 美国对其数据和网络安全的担忧也与日俱增 美国官员警告 如果这些技术继续进入美国市场 将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 这场科技和安全的博弈 无疑将在未来几年内持续升温 所以,对于这一系列可能改变行业格局的政策 我们将持续关注,并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和解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项备受关注的国际新闻 美国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软件技术实施新的限制 这篇文章来自顶级财经媒体彭博社 它详细报道了美国政府可能出台的新政策极其广泛影响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政府计划进一步限制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 这一提议包括禁止在自动驾驶和车辆通信系统中 使用和测试中国和俄罗斯的技术和设备 这一举措是基于美国总统乔·拜登于今年3月发起的 对中国汽车软件所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的调查 这项禁令不仅会影响汽车行业 还可能引发中国对在华美国企业的报复 上海投资咨询公司Automobility的创始人间 首席执行官比尔·卢索对美国的策略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如果在其他消费产品中使用中国软件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为何在汽车中就不行呢 他指出全面禁令只会加剧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存在的政治紧张局势 并可能导致中国采取报复措施 影响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在今年5月份已经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惩罚性的102.5% 即便如此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仍然担心中国车企会在墨西哥设厂 以避开这些关税 Sino Auto Insights的创始人图勒认为 美国此举是为了堵塞中国车企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的后门 而无需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zemka 此外 三国的贸易部长在5月同意 共同扩大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相关问题上的合作 这显然是针对中国的一项声明 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的行动及其政府补贴表示担忧 称中国利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集中生产商品 破坏了供应链的弹性 并剥夺了美国工人和市场导向企业公平竞争的能力 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也在欧洲面临强烈反对 布鲁塞尔指责中国向欧洲市场倾销廉价 受到大量补贴的电动车 扰乱了欧盟的汽车工业 中国的电动车已经重新定义了 现代汽车如何通过互联网货云服务与驾驶员互动 及其所能提供的功能 这些能力引发了美国对数据和网络安全风险的担忧 同时也有纯粹的商业顾虑 彭博社情报部门估计 联网汽车将构成一个到2030年全球市值接近7500亿美元的市场 在美国提出的新规可能影响的背景下 中国生产联网车辆软件和硬件的公司股价出现了波动 香港上市的自行汽车科技公司股价下跌了最多3.1% 而在深圳 长脚汽车公司的股价上涨了最多2.1% 与此同时 华尔街时报的相关报道进一步论述了拜登政府 关于限制中国和俄罗斯组件在联网车辆中使用的提议 美国商务部在今年2月宣布 对中国智能汽车软件和某些部件 如传感器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调查 寻求行业专家的意见 并在本周一提出了限制其使用的计划 增加了对俄罗斯硬件和软件的禁令 这项政策可能在几个月内正式生效 鉴于当今大多数车辆都连入互联网 高级行政官员预计所有中国制造的车辆都将适用这一禁令 拜登政府担心 北京和莫斯科可能收集美国基础设施和驾驶员的数据 并可能入侵维持联网车辆运作所需的通信系统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白宫将这项行动视为对中国最新的一次攻势 并继续对俄罗斯的经济进行打击 随着总统大选临近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都在重要的汽车工业州 如密歇根州争取选民的支持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尔·布雷纳德在周日告诉记者 拜登 哈里斯政府认为汽车行业的未来应该由美国工人制造 今天的公告确保了美国人可以安全地驾驶他们选择的汽车 不受中国技术带来的风险 他还表示 美国已经看到中国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中输入恶意软件 如果有数百万辆这样的汽车在路上行驶 其破坏和破坏的风险将大幅增加 俄罗斯同样在开发所谓的VRX系统 这类系统连接车辆与多种设备和基础设施 这个领域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增长数十亿美元 而美国希望在这一市场中占据强大的地位 与中国一样 俄罗斯也有法律要求企业向政府开放数据和系统 商业利益同样在国家安全问题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制造的汽车在欧洲和亚洲越来越受欢迎 引发了美国汽车制造商的恐慌 他们担心这些汽车很快会在美国市场与他们竞争 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记者会上说 中国迅速进入欧洲市场是一个警示案例 并表示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 中国汽车从很少见到迅速增加 这归因于中国在其他行业中使用的非市场做法 芝加哥大学和美联社六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而不是购买更便宜的中国制造汽车 尽管如此 拜登政府仍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100% 希望将其挡在美国市场之外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将在周一 向密歇根州观众发表讲话 说明美国如何加强其汽车工业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埃里克·塞耶斯认为 这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办公室采取的重要一步 他补充说 哈里斯和特朗普团队都将密切关注 并考虑在下一个任期内如何部署或甚至扩大该办公室的权利 综上所述 这项政策的出台不仅展示了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技术的战略防御 也反映了美国在全球汽车市场上的竞争压力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快速变化 如何在保持国家安全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 成为了两国之间复杂而动态的博弈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 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分析和评论 要说最近美国政坛最火爆的话题 莫过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Marie Raimondo 在2024年年初对中国制造汽车的恐怖预言了 在MSNBC的一次采访中 他简直要把观众吓得从沙发上跳起来 美国路上有300万辆中国汽车 而北京可以让他们全部同时熄火 试想一下 你正开着车去上班 突然车子毫无征兆地熄火了 你可能会以为是有表坏了 但雷蒙多告诉你 不 这是中国的黑手 雷蒙多描述的场景 就像是在看一部科幻惊悚片 只是背景音乐换成了美国国歌 如今的汽车如同装了轮子的苹果手机 可以采集包括生物识别信息在内的大量数据 它的语气中充满了对技术入侵的恐惧 就差没说这些汽车会飞起来向白宫发射导弹了 雷蒙多的担忧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 他解释道 中国制造的网联汽车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 只要轻轻一按开关 车辆中的软件就可以被禁用 导致汽车无法行驶 他的剧本里 美国街头上百万辆汽车同时瘫痪 司机们只好下车不行 场面堪比世界末日 不过 雷蒙多揭称 这完全与经济竞争无关 而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他特意提到 这不仅关乎普通民众的安全 还涉及到汽车行业工人的利益 拜登总统对向中国电动汽车施加关税有兴趣 但这次商务部的调查 完全是为了国家安全 面对雷蒙多的警告 不少美国网友开始扮演起了福尔摩斯 纷纷质疑这番说辞 一位网友评论道 他们这样指责中国 是因为中国已经在这里对我们这样做了吗 另一位网友则更为直接地表示 这就是美国政府做事的一种模式 我们所指责别人的 正是我们自己正在做的 讽刺意味浓厚 言下之意 似乎是美国政府对数据监控的历史悠久 还有网友抱怨 这种逻辑让美国消费者 失去了购买物美价廉汽车的机会 这就是美国低收入人群 买不到物美价廉的汽车的原因 一些人则干脆对雷蒙多的说辞 嗤之以鼻 别再以为我们会笨到相信你们的谎言 我们喜欢实惠的好车 一句话 市场自由才是王道 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引人注目的话题 星岛日报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雷蒙多的惊天警告 而MSNBC的采访视频则迅速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美国媒体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热点 纷纷开始讨论中国制造汽车的潜在威胁 华尔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 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担忧并非无稽之谈 但是否如此极端还有待商榷 该报认为 数据安全问题确实需要关注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 完全排除某个国家的产品并不现实 纽约时报则更为直接地批评 这次调查是 以国家安全之名型贸易保护之实 认为这是为了替拜登争取摇摆州选票 在这一片热议之中 专家们当然也不会缺席 某知名数据安全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雷蒙多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但也不应过分夸大 数据安全确实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但技术手段和法律法规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障 他还补充道 美国也应该加大对自家产品的安全监管 毕竟数据泄露问题是全球性的 另一位汽车行业分析师则指出 中国汽车制造业在过去十年中飞速发展 性价比高是其最大优势 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制造汽车的需求 并非凭空而来 他还强调 与其一味担忧 不如加强技术合作和监管 共同应对数据安全威胁 在这场大戏的背后 是无数普通人的真实声音 一位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的用户表示 我买了一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价格实惠 质量也不错 数据安全问题 美国政府也在收集我的数据呢 我更担心他们 另一位刚刚购入中国品牌手机的年轻人则说 我只关心性价比 谁的数据安全更有保障 我也说不清楚 一位出租车司机则在采访中吐槽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的车突然熄火了 那就不行吧 到时候我们一起搞个不行日 反正交通工具都瘫痪了 这种自我调侃式的幽默 似乎是对雷蒙多警告的最好回应 虽然雷蒙多的今天警告 引发了广泛讨论 但也有不少人提出 与其对抗 不如加强合作 技术合作与监管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数据安全问题 让两国在互惠互利中 共同发展 一位国际关系学者指出 中美关系复杂且多变 但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仍有很大潜力 只要双方能够找到平衡点 共同应对数据安全和技术挑战 这种合作将带来双赢局面 他还补充道 全球化时代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合作是大势所趋 在未来 中美之间的技术合作与监管 需要更多的开放与透明 只有在开放和透明的环境下 才能避免各自为政 进而减少不必要的猜忌和对抗 一位科技领域的专家表示 未来的技术发展 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 数据安全问题 也需要全球共同应对 只有在开放和透明的基础上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他还指出 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 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汽车制造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能够通过技术合作和监管 共同应对数据安全威胁 那么这种合作将为两国 乃至全球带来更多的利益 雷蒙多的今天警告 让我们暂时陷入了一场 恐怖片的氛围 但实际上 这或许是一部转折点的 合作片的开端 数据安全问题确实不可忽视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 过度的猜忌和对抗 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让我们期待这场大戏的 后续发展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在技术合作与监管方面取得突破 共同迎接智能化时代的到来 到那时 这场大戏或许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无论如何 在这场关于中国制造汽车的数据安全讨论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 还有普通人的真实声音和专家的理性分析 希望这场关于数据安全的大戏 不仅能为我们带来警示 更能引领我们走向合作与共赢的未来 在这场大戏中 不论是主角雷蒙多 还是配角网友 媒体 专家 甚至路人甲 普通人 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分成的表演 希望未来的剧本 能够更加开放 透明 让我们在智能化的道路上 行驶得更加顺畅 安全 毕竟 开车上路 最怕的不是熄火 而是没有方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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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ight in the stream six degree heat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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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arks background stories background stories more than no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